哈囉大家好 我是錢的媽媽 今天我們帶嬰兒玩東京 終於來到最後一篇 景點美食篇了 然後呢 今天這一集啊 我就會把比較相關 或者是距離比較近的景點跟美食 合在一起 穿插來做一個介紹 那首先呢 我們去了淺草寺 然後淺草寺就大概就像 外國觀光客他們如果來到台北 如果要叫他們隨便選一間廟去觀光的話 就會選龍山寺 對 那我們就是去淺草寺 然後其實我們去淺草寺 也不是說真的想要去看淺草寺 而是說就是想要去吃淺草 那邊有一間很有名的 炸豬排 豆排就是一開始在給你的時候 是比較深的 然後它前面會給你一個那個 木頭 然後你就可以把那個 牛排啊 然後放在那個木頭上面再加熱成 你自己想要的熟度然後再吃 然後炸牛排還有很多種不同吃法 你都不用怕說你看不懂日文 因為它會可以提供中文、英文、日文、韓文的版本 都有 我們前一天還有去吃一間和牛壽喜燒 我跟小牛排是第一次就是去日本吃那個和牛壽喜燒 我的天啊有夠嫩的 真的有夠嫩的超好吃 那個肉簡直是入口即化 我以前要吃到是老吃西瓜 那邊做一隻好 有沒有吃一口 魚肉餅 火車 另外一道兩道 我會想要吃 他用大小的牛排 是因為可以去逐漢 然後現在把牛排 那是一口大小的 他滿快的 可以切腐料 那再來呢就是因為我們家小牛爸它是海賊尼 所以在東京鐵塔的海賊王樂園是它絕對必去朝聖的一個景點 那個裡面啊它其實超乎我想像 因為一開始我想說海賊王樂園應該就是像台灣去看一些展覽 就是看一些太金價色好的一個一個那種漫畫啊或者是公仔啊這樣給你看 欸其實不是欸它裡面還有很多就是遊戲、遊樂設施都是可以玩的 就是含在門票裡面的喔 然後連小牛媽我不是海賊米都覺得好玩 它就有海賊王餐廳嘛然後我們也有去吃 可是我告訴你超不急不推薦的 那個海賊王餐廳裡面的那個我們點一個鬆餅然後跟一個什麼漢堡的 都超難吃的那個鬆餅竟然冷的欸 整個超級不推的去海賊王樂園 記得不需要浪費時間去海賊王餐廳 那如果說就是你來台北就會選擇去101 黃樂園去東京 就是一定要去晴空塔跟東京鐵塔啊對不對 兩個高塔指標性的 那我們兩個都有去 然後這邊呢非常推薦大家一定要先在台灣上網買好 就是說這是這兩個塔的票券 如果它有快速通關券的話 你就一定要買快速通關券 直接去嘛換完馬上就帶你上塔 像我們這種就是有帶小孩然後又景點 就是又一個接著一個的 一定要買這個才不會浪費時間 去完晴空塔之後啊 我們就很推薦大家可以去那個 旁邊它隔壁洞的那個 Sky Lounge Top of Tree 那間景觀餐廳真的超級美超級推 裡面氣氛很棒 就是跟台灣的隨意鳥地方 那種氣氛超像的 在你的眼前你就可以看到晴空塔 一整根矗立在你的眼前 邊看晴空塔 邊吃飯你看它是多大的享受 從來看上去 在你的眼前 封塑中 立在燈光 在水流上 在水流中 變成塑膜 在水流中 是從來 在水流中 跟滯水流中 就是待雲 分享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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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来呢因为我们去了刚好是三月底这个季节嘛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我们要去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就是遇到就是樱花开 然后结果就是我们只有遇到初开没有到满开 不過因為剛好就是過沒有幾天 就是小牛爸剛好臨時被拍去東京出塞 所以他好幫我補拍了一些照片跟影片 那我們那時候去的是著名的一個閃花景點 叫做千鳥之淵 那也真的超美的 小牛爸去的時候都開滿了櫻花 整個是不是有夠夢幻的 然後下面有沒有一個壺 然後再搭配幾招船 真的是如詩如畫 看完那個之後呢 也去吃那個PS鬆餅 就是WesD一次吃 那個鬆餅真的是還蠻好吃的 英文它就是 Hot Cake 其實是樂蛋糕 所以它其實吃起來跟我們印象中的鬆餅 也是不太一樣的 它其實就是很像一個綿密的那種蛋糕的感覺 不過我覺得超好吃的 很推薦給大家 原本我們是想要去吃一間美根利壽司 大家應該知道 可是那間真的是太紅了 我們就是抽號碼牌的時候 前面還要等87組客人 87沒錯 剛好就是87組 於是我們就在同一條的巷子裡面 就是看到有一間連鎖很有名的牛舌專賣店 叫Nagish 那間真的是我們覺得 誤打誤撞得到的一間好店 那間Nagish的牛舌啊 真的是CP有夠高的 那個CP高高到什麼程度呢 高到小牛爸都說 吃牛舌專賣店的這個套餐 都排比吃鬆餅便宜 就知道了 不是說鬆餅 就是要說是牛舌很划算 走路上去 還有附下索罷了 說著是牛舌 板死人 打誤撞得到其他人 你打誤撞得到 去代日 一份好喝的 騎士 微不安 摩暖 爐 重町市區住的是京城上野阿帕,那他旁邊就是上野公路 那我們去的時候就沒有看到滿開的櫻花嶺兩側都是櫻花嶺我沒有看到 不過就是我可以想像那個整片當好是滿開的時候應該是超漂亮的 不過沒關係就是旅行就是這樣嘛 就是你每一次的旅行就是有一些不完美 你才可以有下一次再出發去旅行的這個理由嘛 今天就是帶嬰兒玩東京的一個系列影片 這是最後一集啦,總共有四集 所以大家如果這一集看完記得再回去看一下第一集、第二集跟第三集喔 每週二、六小牛媽都會不定時的上片 再麻煩大家多多支持囉,掰掰